好了,回到保城證券突藥的小炒倉環節 今天是毅力的,市市現在跌1點,25699點 請毅力出來,毅力早晨 早晨早晨 喂,那個倉怎麼搞? 會不會撿一下那個倉? 那個倉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1478就可以了,現在已經上來了 是 那一隻1458都OK的,可以等的 另外兩隻都沒有,要長期作戰的 那隻 所以又沒有什麼特別想動 那第二件事就是因為 都快半年結了 那你不知道會不會強勢股又會吃一層 那其實你現在追強勢股 其實又有一個不小的風險在 那所以倒不如就一動不如一靜 是,那就是什麼都不做 就是跟我都差不多 那我就純粹拿一些小小的資金 去遊善一下一些 見到破頂股去追逐一下一些 就是有資金追逐的就算 跟一下勢就算了 那昨天出了MFCI終於被納入 就是內地方面的指數 有200多隻可以入魔 就玩的 會不會看這200多隻股份呢 其實 其實這200多隻股份 就有部分都OK的 就是你看到一些大的保險股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的 2318,招商銀行 招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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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 這些大型的金融股 是可以持有的 盈利增長是OK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AH差價 其實前幾天有寫過的 就是你會見到AH差價比較寬 那些股票呢 其實這期呢 是零零射射特別強的 是 舉個例子可能1065 就是天津創業環保 這一類 另外就是3993 其實這一堆都是 零零射射不是很跟過市行的 是比市強一點的 其實這一堆你可以跟進一下 都是看圖的 看圖做人的 如果你說那些圖都是trend down 其實就不要理它住 因為始終MSCI講了一年之後的事 你說純粹炒動力的 那你就真的看著福徒來炒 就是在十天線樓上那些才賣進去 就用十天線來做指示位 其實就一直這樣順著一輩子炒上去 其實是OK的 嗯 其實都是短引一些 十天線不行就打 其他就不要攪拌 那半年結 其實一個重點我自己看 就是七一 就是我們二十週年的回歸紀念 我們很輕的想想 有沒有什麼大禮等等送的 就是這樣送了 剛剛你搭了 在六月三十和七月一 這段這麼尷尬的時期 你的建議是 之前應該先走了 還是怎樣呢 其實如果你現在是比較多的 就是我指 就是什麼為之多貨 就是現在你的倉 現金可能少過兩成 嗯 八成都沒有拿著貨 你已經很樂觀了 應該是已經 這個世上最樂觀的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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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樂觀好笑 是啊 是啊 如果你真的這麼樂觀的話 我都建議 我都建議你今個禮拜 就是不要等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可能 那些分數開始減少了 是啊 那你今個禮拜 你很趁這些機會 二萬五千七二萬五千八 現在你看到 是坐上坐下 昨天坐來坐去 就二萬五千 二萬五千六 二萬五千八 不停坐這兩三百點 嗯 是啊 那其實就應該在這些位置 就是一來做結算 二來半年結 那這樣 那其實這兩樣東西 都是 就是我估計 都會在這幾百點裏面去做的 不會太大 就是不會太大波動 應該就 是啊 但是你見到 有很多這陣子那些 就是落後股呢 反而我自己看呢 基金會不會 在這兩個星期 馬上一些 他們拿著 但是又拿著東西的股票 是啊 是啊 第一樣呢 應該就是新能源股 嘩 就好像 是啊 新能源股菜都 你看到 你見到我 是很久很久很久 沒有提過這個sector 是啊 但是 例如 958 華能新能源 一講就知道 958 是啊 就是我買都是買這一隻的 基本上 但是整個sector 是啊 但是 大約半年前左右 政府一個政策 就已經打掛了這個sector 就是你網上廉價 你要減的 其實你一個政策 就無論是幾好 基本因素的股票 都會被它打下來 嗯 所以其實這個 對於基金來講 其實是一個政策風險 很大的一個sector 他們是應該不會想再加住 但是 他們有那些貨又坐住了 是 那坐住了怎麼辦呢 就唯有半年結的時候 媽媽 那就是 等我倉資料 沒有那麼噁心 但是今年其實 應該是 壓力相對小了 因為你拿著騰訊 你應該不會死得去哪 是的 是的 而基金正常都會有拿著騰訊 是的 最多可能你會 這陣子就會拿了一隻2018 就是瑞星 是的 可能等回暈一點 但是你看到這陣子 就是 9500 就是這一兩天 其實就好一點 是的 是的 那會不會其實是借著這個半年結 就是這個半年結 那麼就媽媽上去呢 還有那些電力股 電力股 也是借著政策去炒一下 那樣的 我覺得70元 我覺得如果你說你捉長線持有的 我覺得70元是OK 你仍然可以拿著 但是如果你短炒的話 就不要搏這些位置 嗯 是啊 因為如果你說長炒 你有心理準備會調的 我覺得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短炒 一進去就坐艇 那你就一輩子又不敢買股票 我覺得 那些朋友很容易會這樣 喂 那很多人問你799 就是 我剛才就說 膽炽命便宜那些就去買 是 因為一路是見到很高位 但是一天的來回都挺朗下的 那個策略可以怎樣搞啊 799 799就是上個 是不是今個禮拜 星期一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有說過 是的 那我就說你留意著那個 不是好像上個禮拜 已經是 就是我留意著條十週線 嗯 是的 十週線那時候就是11.2 嗯 那在今個禮拜一的時候 就升到上去11.4 是的 那很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今個禮拜一的時候 那個最低位就是11.42 嗯 剛剛好就是條十週線的 那麼正 那麼正 然後就反彈 哦 然後就沒有停過了 是的 但是就是我上個禮拜比的時候 就11.2 但是條十週線是會動的 是 是 那如果你保持著要等一整個月 那你就等不到 是的 那就是它一路會每個禮拜都會動的 所以呢 如果你 就是記住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看著周線圖 或者日線圖去買 你一定要不停地調整的 是 你一定要看著 就不是說記住那個價位 而是記住那條線 究竟現在去到什麼位 哦 那才去買 那如果你說今個禮拜 你11.4 你追到的 那其實已經是十幾個%了 是的 你今早已經13元 13元是很輕鬆的 一開始13元已經可以估得了 是的 那如果你說短稍就是這些這樣的策略 那如果你說你真的有信心的 就是我自己會計算一條數的 那其實我覺得13.5元應該是 就是計算來講 就應該到的 是的 這個位 就是短線 短線13.5元 是的 應該會到的 但是你說 是啊 就是你說會很浪的 那一定是的了 每天都幾毫子 五六毫子的上落 那其實就 我自己就不理的 是的 你說你當然 如果你 是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時間去做 很短線的那些 那些 那就是 如果你說你整天都 都佈著個報價機的 那你OK的 那你就解僱一下這幾毫子 是的 但是我自己就不會了 那就是有課 那就拿著坐上去就算了 不過我當然不辛苦 就是不停地佈著它 年紀大 我自己年紀大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是不是馬上兜回來 很害怕 是啊 我年紀大了 真的不行 是的 我不可以炒這些 你說三四年前都還可以 不停地炒上去 那些是OK的 但是現在就真的 是的 是的 會比較想 就是 Energy不夠 第一 第二 就真的有些事情做 其實就不是這麼有空 是啊 你其實都很年輕的 裝作 不是啊 年紀很大 年青才俊 那樣 通常 如果認識那些女明星 就一定是金融才俊 那些 她全部都是統稱金融才俊 那些女仔不知叫什麼 喂 799說得很清楚 就是10周線 剛才幫你檢查了 在11.47 如果799 要開週線圖 有日線圖 週線和月線圖 我怕那些人搞不清楚 剛才 毅力說得很清楚 是10周線的位置 現在是11.48 剛剛又上移了少少 這樣去看的 希望可以去到13.5 這些位置 自己就去判斷 不過一天 那個來回都很久 另外最後一句 問一下毅力 有些人就說 喂 今天升到1299 就是 是不是藍燈龍 就是 上次毅力又說過388 可能是藍燈龍 是的 1299 是不是藍燈龍 好像不是吧 中移動就說 中移動就說 一定是終極藍燈龍 就是 但是 有幫無疑是落後的 是的 炒到這個 今天用著有幫來頂著市場 不跌 其實都幾全 怪怪的 是的 擺明就是要在這幾百點 頂著 就是結算也好 半年結也好 其實都是這幾百點 我覺得就 又不需要非常擔心 看到1299升 就立即計飛夠走 然後還要沽賣 就是做Long Put 那些各樣 其實我又覺得不需要的 他可能都是用著 這些重磅股 只是用來打擊指數 而已 今天打擊完這七零 明天就打擊一二九九 就是重磅 因為 另外你說 2318都是這樣頂著 其實 是不是2318都是藍燈龍 那我又覺得不算 不是吧 是的 2318這陣子都挺強 其實一直都 一直用這一類的股份 就是 你看著恆生指數比重的表 其實你大約猜到它是用哪些來頂的 就是今天頂完 因為今天全行除淨的 它跌了十幾點 那你就又用其他來頂著指數 其實就是不停地用著這些方法 是的 其實是沒有trend 現在最為是 25500和26000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trend 那就是上上落落 那你看著等爆變變 是的 那七月份 但是七月份呢 就是講兩句 七月份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會 市會開始靜 放假 因為你始終帶暑假這些位置放假 放假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宏觀經濟的事 要會在七月份這些位置發生 那你說熟表 那現在講的都是九月份的事 是的 那要害怕的時候 可能都會在八月份才慢慢再擔心 那七月份可能大家都是 不如休息一下 那七月份你會休息一下 就是你會放假 那就會靜的事 所以靜呢 十個牛皮 有九個偏淡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 但是你當然 你說會不會是大散呢 我又覺得未必會大散 就是沒有什麼一個特別的因素 去trigger到會大散 是的 但是你說慢慢 可能陰一點陰一點的 一二八一二八這樣 慢慢 就是可能一兩個星期 一兩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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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奇怪 那時候會很悶 所以我已經有前輩叫我 不如七月放假 是啊 所以我七月都會放假 現在是 新報 新報 還要跟觀眾交代 好了 今天跟毅力談到很久了 多謝毅力 似乎大家都沒有什麼 對市太深遠的意見 可以步步為行 多謝毅力 下次再跟你談 所以我今天都部署了 找個朋友上來談 究竟有什麼指標 可以看 因為我沽了貨 究竟用什麼指標 可以再找到市 是否上還是下 去到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今天那些問題 我已經記住了 WhatsApp的朋友 Facebook的朋友 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就會回答問題 以及找個朋友上來談 究竟有什麼指標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將來的市 很多人說 結算 有七一 有半年結 怎樣去想 我們待會回來談 明天